那么问题三 师傅帮一位同修看了图灯后 师傅告诉这位同修要念500张小房子来 消掉身上的疾病 同修因为要赶小房子 所以把每天的功课经文数量减低了 请问师傅在这种情况下 每天功课的数量可以减到多低呢 每天的功课数量 你搭背后 心情21遍 21遍以下就不大好了呀 那么师傅最底线就是要21遍 对啊大悲众21遍心经必须要念的 所以有的时候七遍九遍 那是刚刚开始的人 一边像我们这些佛友的话 不能低于21遍的 明白了吗 至少要21遍了 以上 看你话讲不清楚 问的问题倒是蛮朴 对大家都有帮助 那么想请问师傅 如果那个功课自己的大悲众 这个数量比较少的话 那么是不是没有那个能量支撑 这个小房子的质量呢 谁告诉你的 21遍不是能量啊 OK 比方说是13遍啊 对啊 那13遍14遍就不行了 嗯 21遍嘛 21遍这个foundation是个基础 听不懂啊 OK 哪个遍数的能量 能量不合同而已吗 基础基础 基础 好吗 好 好 好